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子 我 我 去 速去将它办妥 是 是 约我见面之人 果然是你 是 你是从何时开始怀疑我的 请来方求大师耗费功力 为我解除古毒之时 我就察觉到 你绝非普通人 恐怕是 来者不善吧 所以你便假意相信我 对我唯以众人 也是你故意维持 只是 你如此行事 究竟用意为何 像我等这种 做不法买卖之人 心中自是清除 迟早有一日 会被人抓住把笔 只是为了到 来得这么快 那你为何不揭穿我 甚至可以杀了我 我只是民间商人 听令求财而已 这不法买卖 若无官方掌权者撑腰 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而敢来调查之人 必定来头更大 我只想知道 你背后 到底是何人 他便是你所能想到的 大洲最高权位之人 天王 不过 天王随居王位 可众所周知 这大洲真正掌实权者 是大种仔啊 大种仔 他眼下能否自保 还尚未可知呢 更何况 我们已经掌握了 大量罪证 私注猎前之罪有多重 我想你心知肚明 钟老板 弃暗投明 还来得及 我 能信你吗 那便要看你敢不敢 跟自己赌一局了 你大可以继续追随宇文户 那么势必将一辈子 受控一探 虎毒之痛 你已亲身承受 如若与我合作 将功赎罪暂且不说 至少日后不必 战战兢兢度日 其实 你明知我有所图 却不说破 不正是为了给自己 留条后卫 找个靠山 帮你摆脱语文户的魔掌吗 你我合作 各取所需 岂不妙再 如果我赢得 这位 主持人 能输赅 要花了 你都能没有 这一点 劳热 сказать 你 你不敢 叫我 有 你不敢 你不敢 是 你不敢 你不敢 怎么办 一切还得养着公子 多多关照才是 你倒是会说话 便是你非要见我本人 恕在下无礼 只是这一次 我押上了全部身家 听说如今 各州官府急查列弦查得很紧 这若是出了什么纰漏 我便全完了 所以便想先见见公子本人 知道官府不敢追查到你这儿 我这心才算是放下了 这不妻来吗 老家的纸可 有没有凶蚊子 我没有凶蚊子 你给你吃什么 你嫁回去不要 多吃什么 此仿好 明白 这个不情之情 你说啊 我近日发现了一个铜矿 想将这铜才运至工坊 这一路上还需请公子 保驾开道才好 小事一桩 在这大洲境内 还无人敢挡我们宇文家的道 你放心 我会通知四使 你就安心地运你的货便是 多谢公子 小心点 我请你 钟大夫 宇文慧已经给他 马上就要去教育了 好 今日就抓他个信心 走 跟上他吧 好 快点啊 好 慢点 慢点 张老板 请 张老板 张老板 交货 你敢耍我 给我把他们全都杀啊 全都动手 都不许动 胆敢违抗者 杀无赦 你 盧公公 把他们也抓起来 卢公公 您这是何意 我是为了调查 宇文汇的罪证而来 我不是同谋 你们撕金属 上下皆被宇文汇收买 知情不报 你又在此出现 让我如何信你呢 卢公公 回程安德说吧 选他给我带走 是 是 走 文汇 走 你敢抓我 带我父亲回来 定不会放过你 带走 走 你给我等着 走 敢打我 见过鲁国公 鲁国公 二位辛苦了 各地的贪官 已再押回长安的路上了 这次抓捕的贪官中 大多为宇文汇的党羽 处置了这些贪官和宇文汇 加之其又打了败仗 这一次宇文汇 怕是逃不掉了 但愿如此吧 大哥 可是在担心什么 宇文汇狡诈成性 这一次 真的能将他一举拿下吗 这次谁也救不了他了 魏国公蒙冤一案 天王一直隐忍不乏 便是在等待这一天 如今宇文汇即将被扳倒 魏国公的冤案 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大哥 您也可趁此时 重返长安了 此时 我还不能回长安 为何 灭族之仇 永生不枉 只有宇文汇死 才能告慰我 独孤家无辜往死的冤魂 如今 一切尚未成定局 我贸然回去 恐怕不多 王将会不会 我自己担心 你不认我 宇文汇 我说 你会在那儿 你会在那儿 我自己担心 你会在那儿 军已押回长安 收押审讯 等候王兄发乱 太好了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但是我们还去小心 宇文户仍手握重兵 稍有不慎 恐怕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王兄 宇文户 最在乎的便是宇文慧 如今宇文慧已沦为阶下囚 是生是死 全由王兄定夺 你的意思是 用他要先宇文户 是 快点 兄弟们 我们出来了 我们出来了 出来了 我们终于出来了 来者 何人 杀 你 我 你 你 你 又 快 快点 利亚 看一下 快点 看一下 快了 快了 夫人 来了来了来了 利亚 夫人 夫人 使今儿啊 夫人 使劲啊 夫人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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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 用力啊 夫人 使劲 夫人 使劲啊 夫人 用力啊 来了 来了 快点 使劲啊 夫人 西兰 西兰 大夫人都有难产之效 赶紧禀报郎主 早做定夺 定夺什么 万人生产不顺 是宝大还是宝小啊 夫人 用力啊 夫人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问伯说 夫人有难产之效 万一有什么不测 万宝大还是宝小 什么宝大宝小 当然是大小的宝了 当然是把我大嫂了 问题是如今大哥生死未卜 万一孩子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可怎么办 到底怎么办呢 四公子 二位夫人 你们拿个主意啊 快点 快点 不好了 大夫人又过去了 什么 这 我先找夫妻 怎么办啊 别了 别了 快点 跑 连直到他们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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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子 难逞啊 大哥你不能进去 女人生孩子的地方 男人不能进去 我知道 我知道 小龙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不用担心 小龙定会没事的 小龙 小龙 我是大狼啊 我现在回来了 你要撑住 我救他门外 你一定要撑住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小龙 小龙 大公子回来了 小龙 大公子回来了 大公子回来了 小龙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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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小龙 你一定要撑住 一定要撑住 为了我 为了孩子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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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还有你 我还有孩子 我不能死人 现在我回来了 我就在门外 你撑住我的生意呗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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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 小龙 快了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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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老 家老 你怎么样了 我是大郎 家老 大郎 你回来了 我答应过你的 也要照顾你一生一世 我不会死的 我以为我在做梦 你没做梦 真的好痛 我只想家老 你辛苦了 你辛苦了 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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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孩子平安 他真的很像你 孩子在哪儿 我想看看他 我想看看他 好 好 我跑 把孩子抱进来 只能是 大郎 你有伤在身 早点歇息吧 你看他多可爱啊 笑起来就像你一样 孩子这么小 能看出什么呀 我只愿他 此生平平淡淡 不要像我 也许我们这一生 无法保证给他附作的生活 但我们能保证 给予他全部的爱 我们爱他 心心抚养他 这种爱 会陪伴他一生一世 这次你能平安归来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答应过你 一定会活着回来 我这不是做到了吗 你走了之后 我常常梦见你 终于明白了 到底何谓朝思暮想 望眼欲穿 若非怀着孩子 我真想去找你 家伦你知道吗 我们在弥宗林时 丢失了四男 四处都去不到方向 而且迷宗林里 瘴气缭绕 可是每到生死关头的时候 你的声音便会在我耳边响起 你说大郎 我还在家等着你 快回来吧 至少 尤其是 我们便苦苦支撑下去 可是啊 弥宗邻里全是不能吃的毒 正当大祸精疲力竭之日 是你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江龙 江龙 真的是你 你可是他 我现在又饿 又累 大郎 振作起来 弟兄们需要你 我和孩子在家中等着你 大郎 你看 树上有果子 摘下来便可以吃 吃饱了才有力气走出去 我和孩子在家中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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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你让我在绝望之间 看到了一件瞬机 让我找到了果子 得以果服 我相信这一切 都是上苍那安排 就这样 我们又坚持了几日 直到有一日 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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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树桩的年轮 可以辨别方向 难输每密 于是 我们借此 重新辨别方向 顺何而行 终于走出了密宗里 我们可以出去了吗 是 兄弟们 快来 我们找到方向了 快快 快快 来 树枝河 往那边走 来来来 夏璐 是你救了我的命 高大哥的命 是你的坚持 让您回到我身边 你和孩子 是我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只求你们平平安安 ilsir 지금 解释 冒陵 F J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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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身 大总仔 起来吧 臣有罪 臣不能起 大总仔自认有罪 何罪之有啊 臣打了败仗 有负太祖 与天王的厚望 是啊 此次我军 确实是伤亡惨重啊 胜败乃兵家常事 即便是杨将军这样 百战沙场之人 也免不了偶有败计 臣恳请天王 再给臣一次机会 容臣戴罪立功 臣定当全力弥补 此次罚齐 我大洲精锐死伤无数 皆是因大总仔决策失误所致 若朕对大总仔的过错 无半点惩戒 那么日后大家便会以为 即使打了败仗 也无所谓 不以规矩 难成方圆 赏罚分明 才能另行禁止 这是大总仔主持朝政时 交阵的道理 此番出征 想必大总仔也累了 不如就此交出兵符 回家休养 以后 便无需再插手军中之势 天王这是何意 臣不过是打了一次败仗 便要剥夺臣的兵权 别忘了 这大洲的江山 是我替你们兄弟夺来的 岂止是打了败仗这么简单 大总仔做了些什么 难道都忘记了 天王此话怎讲 臣不明白 朕自会让你明白 那便请大总仔 与朕一同去见见你的故人吧 好 阿宽为何也被抓了 这个混账到底做了什么 与之兄 摸起 令狼应该是无辜的 请看看吧 天王驾到 参见天王 天王万岁 众卿平身 谢天王 父亲 父亲救我 救我 大仲宰 救我 大仲宰 救我 大仲宰 这 今日 是隋国公 驻国大将军杨忠 击败齐军 迎接数万战死沙场的 将士英灵 回长安之日 朕在此脱去华府 为他们行天地计 他们是为我大洲国土 资诸不失而战 是为大洲百姓 安居乐业而战 虽死留胜 失去这些卫国常常 是我大洲 切肤措骨之痛 更是百姓 失去亲人之伤 朕与百姓 感同身受 同哀同恨 和那些在将士们 舍生忘死 为国捐躯之时 大肆贪赃枉法 以权谋私的贪官库吏 是他们将本该插 向敌人的利人 狠狠插入我大洲的心脏 将国库的钱 百姓的钱 统统收入自己囊中 大风有碎 贪人败类 国法不许 天理难容 传朕执意 私主猎前 贪污腐败之罪魁祸首 皆抄家斩首 其余 贪腐独职官员 一律割职 入狱十年 永不入用 参与猎前煮造 交矣的商骨从犯 结末收家产 入狱五年 永不得在我大洲经上 天王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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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王 撤出去 是 怎么着 天王 小儿愚钝 定是遭人陷害 待臣彻查后再做定论 请天王三思 此案清清楚楚 证据确凿 朕今日公之于众 是安律判处 难道是儿竟吗 这也是当日 大总在端卫国公立案时 交朕的说辞 朕记得明明百般 朕记得明明百般 一次 Advanced 臣 德国公祖 出世 习近平 崔天王 是 快 人 咱们 咱们 大忠宰 你终于想通了 可是他 这样只是大忠宰之子 作恶多端 无法无天 若朕放了他 对得起这天下苍生吗 天王 养不交父之国 大忠宰 你作为父亲 难道就没有办点责任吗 天王 臣教子无放 督察不立 臣知罪 臣今后定尽心尽力辅佐天王 还请天王 饶小儿一命 那卿 shall be 天王 宇文卫乃幕后主使 仁赃俱惑 帖单 正如新 若此人免于刑罚 臣以为孔难服众了 天王 您不妨问问众臣之见 天王 姿势体大 动摇国本 绝不能轻饶 理应严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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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忠宰 众口一词 民心所向 朕也无能为力 于文玉 我告诉你这些事情 真是我一人所为 与我父亲毫不相干 你不要忘了 是我父亲辅佐你登基 你如今骗夺我父亲兵权 你根本就不配做天王 三日后五十 斩首是终 于文玉 于文玉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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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师公子 你们几位可以出来了 看见了吧 咱们是被冤枉的 对啊 对啊 我们是被冤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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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冤枉的 还愣着干吗 还不快谢谢二位啊 还不快谢谢二位啊 谢高斯库 还愣着干吗 谢陆姑姑 于尺大哥 对不住啊 当时情形混乱 不及细问 委屈你了 无妨 有老两位 为我这不争气的儿子 走一趟了 于尺兄 你切莫这么说 贤侄可是争气得很啊 整个私金署都被收买了 就他一人清清白白 堂堂正正 尺兄 兼职一人调查委员会 结果 倒是把自己给弄进牢房了 都怪我 幸亏高司空 及时向天王 道明了事情的真相 才不至于闹出更大的误会 天王已下令 让御迟大哥官复原职 那便请陆国公代臣 叩谢天王圣恩了 好了好了 真相大白 我们也别在这牢房里说话了 走吧 走 请 不中用的东西 被宇文慧诬陷便也算了 办案查不到证据 反而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简直是奇闻 窝囊透顶 这事若传出去 别人如何看你 连我这张老脸 都让你给丢尽了 还有 找了道 为何去找高司空 怎么不先来问问我 我这个父亲算什么 你可有一心半点把我放在眼里 我就是害怕父亲生气 父亲 从小到大 你听过我说话吗 你总是不听解释便下定论 我 我无话可说 什么 自己没用都来怪我 父亲 请息怒 阿宽向高司空求助 也不无好处啊 父亲 你想 阿宽被冤枉 正因为高司空是外人 他所说的话 天王才信了 若是换做父亲去说 即便天王不宜有假 也难以堵住 不明真相之人的悠悠众口啊 从前上战场打仗 叫胆子小 如今当差 又闹出这么丢脸之事 我怎么生出 你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祖父 祖父 莫骂父亲了 祖父 已是做父亲的人了 以后 尝点出息吧 阿宽 丽华 喜欢这个名字吗 家劳 杨兄 鲁公公来了 不顾 不顾 天王派宇文会死罪 还将所抓之党羽 一并判处吧 父亲回来时已告诉我们了 是 这回连兵权都赌了 真是大快人气 你们已经知道了 这真是一个大好的开端 日后 天王便可顺利重掌朝政大权了 但宇文户这些年权倾朝野 宫内外爪牙颇多 一时间只怕难以肃清 天王掌权之路 任重而道远 万不可掉以轻心 不过 此番处辞宇文会 也总算是给宇文户 重重一击了 为防万一 我已在天牢布下重访 行刑当日 我已会派安卫军 加强戒备 放心吧 这次宇文会 插翅也难逃了 鲁国公身谋远虑 防患于魏人 在下真是佩服 不知 行刑当日 我可否同去 一来是有个赵营 二来那宇文户 曾派人暗杀我 还害死罗同胞兄弟 我真的很想亲眼见到 宇文会的下场 大郎 可你的伤还未痊愈 放心 我没事 好 那当日 你可藏身在安卫军中 你做掩护 多谢鲁国公 大中宰 小人有负您所托 为照顾好公子 请大中宰降罪 小人 宇文玉 我低估了他 竟敢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上 此仇 且留着慢慢算 眼下就惠儿要紧 我绝不能坐以待毙 让他夺去我而性命 你确实有罪 若救下惠儿 或许我会饶你一命 小人赴汤蹈火 任凭大中宰差遣 一点点 哪里 我从哪里 都是有股胃 他都要去 预阻 他早上 老大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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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快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